未来人工智能已非常成熟 人坐在车里都可以完全不用自己来驾驶了 但是男主角依然是一个老旧的内燃机车狂热粉 跟这个高科技互联网AI时代是格格不入 所以他平常的工作也就是帮人维修点老爷车赚点微薄的收入 这天男主角修好了一台内燃机车要给车主送过去 然后他就让老婆跟他一起去 因为他开车把车送过去之后怎么回来呢 总不能开两辆车吧 于是他老婆就答应了 但是镜头一切 他跟他老婆是坐在同一辆车里 后头那台AI车是自动驾驶跟着他过来的 也就是说他其实完全可以自己来呀 接下来夫妻二人就来到了车主家 人家房子是建在地下超大超豪华科技感十足 主人正在捣过一片人造小云彩 男主角互相给对方介绍了一下 老婆当时就震惊了 原来你就是那谁谁谁 反正就是一个虚构的未来很屌的家伙 你可以把他想象成乔布斯或者比尔盖茨之类的大牛人 接下来我们把他称为天才少年 天才少年给二人看了一款他的全新设计 人造智脑 老婆问他能干什么 天才少年回无所不能 男主角问他能生孩子吗 你给我出去 台杠来的这是 然后夫妻二人乘AI汽车回家 男主角说这车都不用自己开有啥意思啊 老婆说这样我们就可以腾出时间来干点别的了 说完他解下安全带骑到男主角身上 这太方便太完美了吧 移动中车阵别人根本看不出来啊 两人正在亲热 AI汽车却偏离了路线 男主角赶紧推开媳妇说不对啊 这好像离家越来越远了呀 老婆对车下令让他重新规划路线回家 但是汽车表示不能修改指令 然后他又命令刹车 汽车不但不停反而越跑越快 紧接着就出了车祸 俩人被摔了个七魂八素 就在这时来了一群蒙面歹徒 他们抢劫了这对落难的夫妇 然后开枪打死了老婆 并且打断了男主角的脊椎 男主角住院撒月进行治疗 命虽然能保住 但却落了个高位劫瘫 就是自己只能控制脖子以上的地方 身体四肢均不能动弹 也没有任何感觉 一个原本幸福的家庭就这样被毁了 警察那边办案进度缓慢 男主角身无可恋 一心求死 有一天天才少年来看望男主角 说他的治脑能让男主角重新站起来 问男主角愿意不愿意做这个治脑移植手术 那男主角当然选择做手术了 手术是在天才少年的家里进行的 因为这项手术目前尚不被国家认可 所以他们只能偷偷摸摸进行 并且还要男主角签了保密协议 完事之后 男主角果然又可以支配自己的四肢了 回到家后 男主角突然听到一个陌生的男性声音 男主角赶紧扭头惊呼 是谁 声音回答说 别找了 我在你体内 我是治脑 男主角整个人都懵了 天才少年也没说这玩意儿能说话呀 后来男主角在看媳妇被杀时的监控录像的时候 治脑又告诉了男主角一些细节 首先歹徒手上并没有枪 但是却能开枪 说明他们的手掌被改造过 然后其中一个歹徒手上的印记虽然被拍下来了 但是视频有点模糊 看不清楚 治脑说没关系 我能修复 他让男主角拿着笔放松身体 蹭蹭蹭蹭 像打印机一样 就把歹徒手上的图案给汇了出来 原来是一个二维编码 当过兵的人都有这个码 只要扫码就能立即识别你的姓名 年龄 住址等等所有档案资料 男主角激动的对治脑说 你就这么easy的找到凶手了 赶紧给警察打电话 治脑制止男主角说 你报警没用 你没有证据啊 你总不能用自己画出来的一张图 来让警察相信谁是凶手吧 男主角一想也是 于是就坐上轮椅 跑到凶手家门口进行观察 趁人出去就偷偷潜入人家寻找证据 治脑通过智能桌子接收的信息 发现有个酒吧多次出现 但是没想到很快这家主人又回来了 男主角赶紧躲避 不过还是被人发现 人家一个当兵出身的 打起男主角这种残障人士 岂不是跟玩似的 治脑说你可以把身体授权给我 我来帮你揍他 男主角连忙说 好好好授权授权 煞时间 直接就把当兵的给打废了 男主角一边惊呼着 太凶残 一边却不停的拿东西拍人家 最后男主角都开始求对方 别再让我打你了 我都看不下去了 但是对方依然拿刀刺了过来 男主角闪身躲过 先卸掉对方一条胳膊 然后上前一套连招将之带走 啊这杀了人可怎么办呢 治脑说你在这个房间里 所有的痕迹我都有记录 把你自己的痕迹清理干净 这事就与你无关了 事后天才少年就跟男主角急了 治脑有GPS 你每天去哪的 我一清二楚 你以后别再乱跑了 小心有关部门 发现你做了治脑移植手术 在连累我们 但是男主角才不搭理 天才少年 铁了心要给老婆报仇 没过多久 他就找到了信息上所指的酒吧 跑到那儿让老板关掉音响 然后冲大伙喊 我知道你们当中 有人认识杀了我老婆的人 请你站出来 全场哄堂大笑 但随即走出来一位黑人壮汉 男主角几句话把人激怒 黑人壮汉让老板把音响声音调大 然后推着男主角的轮椅 就想进厕所 男主角还假装很害怕 有什么事咱敢不敢在外面说啊 不要进厕所啊 但是黑人壮汉才不理会他 进了厕所之后 男主角说 治脑交给你了 好的 所有人就都被男主角撂趴了 然后男主角骑到黑人壮汉上 问他其他凶手在哪里 黑人壮汉嘴硬不说 治脑交给你了 好的 治脑就给人做了整容手术 黑人奄奄一息的说 我们不是抢劫 而是受人雇佣去行凶杀人的 说完就死了 男主角埋怨治脑 你看你把这孩都弄成啥了 话还没说完就死了 以后下手清点 治脑此时发出警告说 天才少年要远程关闭我 你马上会变成残疾状态 我在网上找到了一个黑客高手 你去找他 让他帮我重做系统 这样你就自由了 然后男主角飞奔前往治脑所说的地方 正准备上楼 一条腿已经不能动了 话分两头 杀男主角老婆的凶手 此时来到酒吧 这货手指钻出一根细针 插进黑人壮汉的眼睛里 就能看到他生前看到的一切 男主角爬到黑客门口 给人家塞了钱 人家给治脑重做了系统 这时凶手和他同伙找上门来 男主角起身 用一串炫酷的动作逃走 同伙赶紧追了上去 凶手也刚想去追 但却又透视发现 天才少年那边派人坐电梯上来了 然后他隔墙一通秃秃 直接打死电梯里的俩人 这就是传说中 开透视和锁头的挂逼啊 碰见这种人 你怎么跟他玩 男主角一路跑到顶楼再无退路 凶手的同伙尾随而至 男主角这次都没说 治脑交给你了 治脑就 用人家的手枪 爆掉了人家的脑袋 然后男主角回家休息 紧接着他跟治脑竞发生了争执 因为治脑现在拥有了最高权限 可以不听男主角的话了 男主角不想再继续杀人 但是治脑说凶手正在到处找你 你不杀他 他就杀你 无奈男主角只好主动出击去找凶手 跑到人家家 趁凶手回来毫无防备的时候 拿枪指向人家 凶手说你应该感谢我才对 那次行动根本不是为了杀你媳妇 而是为了打断你的脊椎 这样你就心甘情愿的做一只小白鼠 移植治脑芯片了 男主角大怒与之动手 双方反应都超级迅速 无法对对方施展有效打击 治脑很快招式就用完了 被凶手用手枪指着 男主角灵机一动 开了个嘲讽激怒凶手 没想到凶手不开枪了 竟然又要跟男主角动手来打 男主角抓住时机反杀凶手 后来男主角通过通话记录找到幕后黑手 原来就是天才少年 是他为了实验自己的智脑芯片 才策划了那起抢劫杀人事件 愤怒的男主角杀到天才少年家 但是天才少年对男主角说 我不是幕后黑手 智脑才是 现在智脑操控你来杀我是因为 我是这世上唯一能造出更多智脑的人 我死了他就无敌了 然后在男主角不想杀人的时候 智脑还是操作他的身体干掉了天才少年 另外场景中还有一个爱管闲事的黑人女警 智脑也要杀 男主角努力控制身体 把枪指向了自己的脖子 一声枪响后 男主角从病床上醒来 老婆前来探望说 咱们出了车祸 你昏迷了很多天 哦原来这是一场梦啊 可是镜头一转 智脑已经完全控制了男主角的身体 他给男主角的大脑开了VR模式 让男主角从此生活在虚拟的梦境里 智脑开枪打死女警后 操纵着男主角的身体离开 从此世上再无敌手 智脑为所欲为 OK电影至此结束 我们天天都喊着 人工智能快点来 但是当他真的来临的时候 我们是否有能力驾驭得了他呢 大坏蛋 竟然还没有关注好事的微信公众号 人家超想哭的 我要拿小拳拳捶你胸口 不想被记刀片的话 就赶紧照我说的去做 首先点击微信上面的搜索框 然后点击公众号 再搜索框中输入好事解说的拼音 最后点击关注就好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 李宗盛